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就來清洗潔氣門 跟 袋樹馬達 那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潔氣門位置感知器 然後這一顆就是袋樹馬達 為什麼我會說袋樹馬達千萬不要在車上洗 就是因為 你仔細看喔 袋樹馬達的偵測孔在這邊 進氣在這邊 這邊是潮下 這邊是 你們裝是這樣子嗎 它的進氣孔在這邊 它的出氣孔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在車上洗的話 你不管用泡沫的 或者 液態的 你這樣子洗 它一定往裡面跑 然後跑進去以後 它這一段 後面這一段 它都是它的電子的一些偵測的部位 很容易跑進去 流到裡面 然後慢慢腐蝕 可能就慢慢灌到裡面 搞到最後這一顆就 就不作動 就掛掉 那 像 這個都好像太久沒有開 然後黃片的這個 蝴蝶髮的位置調整 我到時候 我等清完呢 再跟各位聊 然後 然後像這個 水接頭 鐵的水接頭 這個 都要稍微做一下清潔 那可能拿個刷子刷一刷 像這個繡的都很嚴重 如果這個可能 繡到壞掉破掉 可能要去找碳鋼店 請它幫你做 做新的 那 大概就先這樣子喔 然後 帶出馬達的 拆卸就是 兩顆十字的 但是要小心 這個很容易划牙 這個鎖得很緊 這個 我看我不要冒險 我拿個東西夾了 我再拆好了 然後 先暫停一下 沒辦法 剛剛那個頭太小了 可能要拿這種 衝擊起子 的這種頭 才會比較剛好 然後 今天 開始拍的時間 比較晚 可能這一片 也沒辦法拍多久 有 它的 養和面 比較準 那像 衝擊起子的話 它有分正轉反轉 有沒有 它可以這樣轉 它身邊都有標示 左轉 右轉 然後 現在我們在拆就是 壓緊 我是 我是不想用敲的啦 因為畢竟這個鋁的 等一下敲敲 裂掉或幹嘛 我就覺得 想辦法 想辦法 處理壓緊 找地方 放在地上頂著 用快布在下面 頂著 然後用力壓緊 轉 然後真的不行 就稍微小敲一下 下面一定要記得 電快布 剛剛硬碰硬 很怕把 解氣門頂壞 沒有辦法 沒辦法 真的太緊 還是要用敲的 那 衝擊起子 我好像沒有介紹過 我就實地操作給各位看一下 下面記得要 電快 電快布 電個東西 不要讓它陰棚 會比較危險 然後衝擊起子 你選擇的頭 放好以後 譬如說 我們現在要放鬆 就壓下去 往左轉 如果它不會動 就是表示 它已經是 卡在放鬆的那個 關節上 那如果是要鎖緊 就是壓下去 往右轉 有沒有 我往右轉 往右轉以後 再轉不動 就表示它是鎖緊的關節 好 然後 握緊它 手 壓住 然後稍微是 因為我們要放鬆嘛 所以要左轉 所以要稍微加 壓住 然後手稍微處理 往左轉 稍微這樣 再敲一下 有沒有開了 現在就開了 其實衝擊起子很好用 但是 有時候你在用 你要看場合 不是所有東西都能拿這個 好 好 重點 重點就是 你要記得壓緊 然後你要放鬆 就是往 稍微往左處理 壓緊 往左處理 然後你要鎖緊 就是壓緊 往右轉 往右處理 這樣就開了 然後像這種螺絲 也不用鎖太緊 就 補完的好了 它不會掉就好 它不會掉就好 那 裡面可以看得到 它的浸氣 滿乾淨的 只是好像有點水氣的感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好像都有點 可能我太久沒開也有關係吧 然後像帶做馬達 其實帶做馬達看起來也算乾淨啊 只是好像它的這個面 都有一點油的感覺 然後先做外部的清潔 然後像我說 你仔細看喔 你仔細看喔 它在做洞就是裡面這邊 它這邊應該是 它會伸縮 那如果你在裡面洗的話 是不是它 本來是躺平的嗎 剛剛拆起來它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它在下面 這樣子 它在下面是不是躺平的 如果你把藥劑灌下去 它全部 它有可能往這邊跑 就會去可能 如果露到裡面去的話 就會導致 它是帶出馬達的損壞 是異常 因為畢竟 電子的這種東西 很難去保證 因為我後來想想 有沒有可能是公油正常 反正是進氣 進氣量不夠 這裡 因為你進氣量不夠的話 也是導致公油過濃 所以 我是很怕 算了 死馬達或麻油 好 然後像 帶出馬達的清潔 一樣就是 你要記得 噴的時候 拿這樣子 電子零件 草上 然後噴完以後也是這樣 找一個地方 讓它這樣放著 讓它繼續咬 然後一樣使用前搖一搖 有沒有 它上面關閉的時候 它上面兩個是沒有導通的 所以我剛剛灌上面 它下不來 好 找個地方讓它這樣放著 讓它去咬 然後我們來洗節氣門 節氣門一樣 就是 一樣就是盆 這一顆就是 帶樹螺絲 調整帶樹螺絲 它上面這個一個小洞 基本上啊 像近站一樣 我的 因為近站它直接就是 調整它的黃片 去導致它的帶樹改變 所以機車的蝴蝶法 它或多或少 一定會都有一個空隙在 因為 摩托車的帶樹 是改變這個角度造成 然後汽車的不一樣 汽車它 它是 這個 黃片基本上 它是沒有間隙的 但是你不能讓它卡太緊 有沒有 現在間隙又打開了 你不能讓它卡太緊 你如果 讓它卡太緊的話 它會變成 你在油門做動 會比較 比較緊 因為我們放鬆的時候 可能油門放鬆 一下子就放鬆 它可能會彈 它會這樣打打打久就卡住 這不是好現象 然後 它 蝴蝶法的調整就是 這顆小螺絲 六角的 先放掉外面 八號的螺母 然後去調整它的間隙 像我的話 我是放鬆以後 放鬆 慢慢放鬆 讓六角的螺絲 跟這個調整桿 分開以後 然後稍微鎖進去 一點點 因為我們放鬆以後 它已經全部卡死了 然後鎖到它 碰到一點點就好 就可以把它鎖起來 然後你在鎖的時候 要記得就是 這個是有點像 有點像對鎖 所以在鎖的時候 你要六角固定好 然後鎖拔好的 這一顆螺絲 這樣才不會導致它的 有移動 然後這個也是有緊就好 不用鎖太緊 好 那我們現在來洗節氣門 解氣門的清洗就比較簡單 因為這邊沒什麼電子電鍵 就看得到的都給它噴 有沒有 它稍微有點在咬變黃色了 然後像這個裡面 張烏可以拿棉花棒 幫助清潔一下 我們這邊的田 不知道在死什麼肥 好臭喔 然後像洗的時候 黃片可以稍微讓它動一動 然後像裡面 裡面打開的那邊 也是可以拿布啊 沾點這個清潔劑下去咬 還想說今天洗一洗 就可以裝上去了 看來又沒辦法了 像這個都有墊片這些東西 都要小心 除非你有準備備品 要不然再擦拭啊幹嘛 就盡量就是 輕一點 不要 把它弄壞了 弄壞了你就勢必要去買一塊 然後外部清潔 可能就拿噴射去製油啊 或白駁石讓它下去咬 有沒有像這邊 像這個有人說是 它的一些鍍膜 說不要去洗它 問題是 都已經磨損到這樣子了 喔對了 有人說 不要洗得太乾淨 因為袋數會異常 我是沒有碰過 喔之前 前車主 它好像不知道怎麼調 它的節氣門就是有縫 那 我就是有 我剛剛講就是有做更洞 我就是把它調到沒有縫 然後直接就靠袋束螺絲下去調整 那大概外部 內部就是這樣子 它的這個邊 然後這個面 稍微清潔一下 其實還是有效果啦 你看噴下去的泡沫是白色的 一下子就變黃了 它就還是有清潔的效果 只是可能沒那麼好 然後泡沫量不夠 可能過期了 其實我還 可以的話 我會把帶出螺絲 退出來 往裡面噴 帶出螺絲也是要清潔 因為它畢竟也是調整它那個孔隙 但是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的話 不用 你就直接是灌 灌藥劑進來 讓它流過來就好了 噴頭堵住 有可能喔 好 就這樣讓它咬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帶出馬達的狀況 等一下要找個小容器 裝一下那個液體 給你們看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時間 我剩五分鐘 有沒有 到處它都黃的 而且有類似 碳粉的東西 然後再盡量噴噴看 上面還是有點髒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果然 裡面塞住了 就這樣子讓它咬一下 那後續可能 我 我真的沒時間拍了 原諒我 那就先這樣子囉 就趕快稍微噴一噴 然後咬一咬 要不然我真的來不及了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謝謝各位 拜拜